他为圈养的老虎找回猛兽的尊严 他为出生的小虎再造野性的环境 让东北虎重返山林 刘丹 好多的这个 可以说在人的一生当中 工作这个期间能与老虎相伴也是一种缘分 认识我吗 认识啊 老虎可能在普通人眼里看是很威猛 一般都看得很巨霸 霸主地位 他一旦显向出来非常的有震慑力 但是在我的眼里呢 他还有很多这个温柔的一面 来 手上手上 手上 经常去看老虎 他遇到你 然后对你 他隔着龙瓦或者隔着你的车 去舔着你的车 这都是一个很友好的表示 公虎呢 在追逐这个母虎的时候 就是陷入殷勤啊 经常舔一舔呢 就是说这也都是一种追逐这个爱的一种方式 特别是我们的人工预优的这样的小带 跟人更亲近 他完全拿你我们的资料人员 当作自己的妈妈一样 这边我们这边是这个 这个 飼料这个加工的这个 这个特别 哦 刘丹 黑龙江东北湖林园的总工程师 负责着园区内东北湖的饲养 繁殖和野化训练等多方面管理工作 哦 真马上啊 每年的一二月份 迎来了东北湖 交配繁殖的高峰期 这个档口 刘丹每天都要去 各个岗位巡视一番 确保每个环节都不出差错 每天下午两点钟 东北湖林园的饲料装配间 就会一片繁忙 近一吨的肉食被搬运上车 有工作人员 拉往老虎散放区去投喂 这是一天都吃这么多是吧 对 这个每个园区我们看都有箱子 箱子上面都有编号 每个园区里都有 不同的老虎的种群 数量都不一样 然后每天的饲料标准就不一样 东北湖是世界宾威动物 目前全世界的野生东北湖 仅存500多头 我国境内更是极其罕见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建立一个安全健康的保护种群 才能使东北湖免于灭绝 现在黑龙江东北湖林园饲养的东北湖 已有一千多只 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湖人工饲养繁育基地 而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以刘丹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功不可没 从几十至到上千只这个过程中 它就是一个核心点 没有它的一些工作 可能就是说对于现在这个上千只东北湖来说 可能也是有些困难 1987年 刘丹自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作 1995年底 黑龙江东北湖林园成立 刘丹凭借丰富的动物饲养经验 被调王虎猿担任饲养部长 那时的他感到很兴奋 因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平台 能够学以致用了 而饲养东北湖也正是他早在上大学时的梦想 然而当刘丹走上工作岗位 近距离接触到心目中的森林之网时 一股强烈的失望情绪却涌上了心头 看到老虎的有些行为就是说 这个过去圈养的时间长了以后 老虎失去了很多的威猛啊 这方面的野性 它甚至都不会捕猎活的这种猎物 比如说我们的家属野鸡啊 这个家鸡啊都不会吃 甚至带毛的东西都不会吃 那么过去我们曾经尝试过 能放这家鸡放在虎龙的里面 给老虎吓一跳 甚至给老虎吓得躲到墙角里面 其一反而在里面活满满跳的 在东北虎林园建立之初 从横道盒子基地调来30只老虎 在长期的圈养状态下 由于缺乏野外训练 他们已基本上丧失了野性 于是那时的刘丹 在心中确立了一个长远的目标 不是说我们把老虎永远养在我这个中心 永远养在我这个基地里面 那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使老虎 东北虎在野外的中心能够扩大 能够发言后代 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重任 就是说要恢复老虎的野性 和提高老虎的野性 这种锻炼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野化训练 虎园内的成年虎 已在圈养环境中养成了牢固的习性 要想让它们通过训练改变习惯 非常困难 刘丹祥干脆就把训练的重心 放在幼虎身上 从小开始培养 当幼一批小虎仔出生以后 它开始急切地盼望它们长大 可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有的母虎产了咱以后 自己会带氧 这是有经验的 甚至有奶水很好的 有的母性很强 这就解决了我们人为的 就是减少了很多的困难和负担 但是也出现就是母虎产完以后 不去带氧 不去照顾的这样一个个体怎么办 我们不能让幼虎就在那等死 所以我们必须拿出来 拿去参与人工的辅助态度 但是毕竟就是人工技术这块 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过关 不知道怎么去喂它 就喂奶量 喂什么奶奶 每天喂多少次 喂多长时间 这个都需要去时间中去摸索 在哺乳期 东北虎幼崽通常都是一天中 持续地叼着妈妈的奶头 吃吃睡睡 因此很难判断每只幼虎吃奶的时间间隔 以及吃奶量的多少 而如果采取人工带氧 在无法采到母乳时 选择什么样的奶作为替代品 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羊奶 牛奶 甚至我们人吃的婴儿这些奶粉 包括我们还采用狗奶来代养 就是刚业出产的同期 产狗仔的这样的母狗来代养 这些办法我们都采取了 而且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检测 根据幼崽的消化的 便分辨的颜色 尿的颜色 体重增长 体温的情况 每天都要进行检测 是吧 饿不饿 运动情况 那么我们一点点摸索 万事 开头难 虽然刘丹团队 为摸索小老虎的喂养规律 付出了很大努力 但效果并不理想 1995年至2000年间 新生虎的成活率还不足30% 对于上任后 躊躇满志的刘丹来说 这无疑是不小的打击 1964年 刘丹出生于哈尔滨市 一个普通家庭 1983年 他如愿考取了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专业 四年的大学时光 野外实习的经历 给了他很深的体会 那就是 只有近距离接触 仔细观察 才能了解动物的习性 掌握他们的生活规律 上班以后 面对幼虎成活率低 这个困境 刘丹把自己的这一心得 应用到了工作中 他几乎整天 都和小老虎待在一起 就是说我们的摄像员 实际对照顾幼宅来讲 就跟照顾自己的儿女一样 他们整天24小时 陪伴小货仔一起生活 甚至说 一到产子的旺季 我们的工作人员 甚至半年都回不了家 经过反复的观察和试验 刘丹团队摸索出了 小老虎吃奶的规律 总结出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喂养方法 此后 东北虎幼宰的成活率 显著提高 光是1997年 林园就新添了 30只健康的东北虎 整个种群的规模 朝着良好的态势 发展壮大 这时 刘丹便开始了 小老虎的野化训练 对于东北虎来说 能够自主捕食 是野外生存的基本能力 可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让这些新生的老虎 重拾野性呢 那么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 也是说 你像我们的园区内 通过成年的虎这种训练 然后代替小的这种学习 特别是像我们 这野化育幼了以后 用虎妈妈这种 普列的能力的展示 来教这个幼崽来学习 这些小虎还第一次见到货鸡 他们非常好奇 你看在等着在看 这是什么东西 从小还没吃过带毛的 这种食物呢 然后呢 这几个小虎就闻鸡毛的气味 然后呢 通过他妈妈这些行为表现 他们才能获得学习的机会 怎么把他 这个毛拔掉啊 怎么吃啊 他们就会学会 这个东西是吃他们的食物 幼虎长到半岁左右 就可以把他们放进 同一个训练场 并与成年虎的野化区域相邻 每隔一段时间 饲养员就会投放活鸡活鸭 在恶虎捕食的过程中 一旁观察的幼虎们 便渐渐学会了捕食和食用的技巧 这种野化训练的方法 自刘丹团队在2000年研发后 一直沿用至今 这远时候带着 对 这个不敢靠钱 你看看 这是个小功夫 这就能看出的性格来 对 随着老虎的幼塞逐渐长大 喂食的动物也越来越大 从鸡鸭到羊 再到野猪和野鹿 捕猎难度越大 老虎被激发出的野性就会越强 一起上来来抢来撕 抢来抢去 就把这猎物就撕开了 撕开了闻着这种血腥味 一看这种味道挺好吃 那么它尝到第一口 尝到这种血腥这种鲜味以后 就认为这个东西很好 就学会了 再见到这样的同样的猎物 它就会主动地去攻击 去捕获它 东北虎林园 开辟出近80万平方米的 老虎散放区 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些猛兽 提供野外的模拟生存环境 这里虽然没有原始森林的 茂密植被 但对于曾经圈养在 狭小活动区域中的东北虎来说 已经是宽敞了很多 随着刘丹团队的野化训练工作 取得进展 越来越多的东北虎 更加适应散放区的生活 森林之王的天性 也逐渐显露出来 而就在这时 刘丹先前没有预料到的 一个问题出现了 那是201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 正在巡视的刘丹 发现两只老虎并排走在一起 专业的敏感性 让它透过一些细节 感到了情况的不妙 争斗之前有一些行为表现 比如低吼 互相之间这个爬窝 对视 飙的劲儿走 而且一个压一个 就气势上 首先要压倒对方 所以这个情况你一看的话 就可能这个事态就不能闹 终于冲突还是爆发了 两只虎各不相让 你来我往 势均力敌 刘丹通过持续的使劲按车喇叭 才最终拆开了这两只老虎 成体之间过去都单独圈养 那么放出了以后 两只虎面对面了 真正的相遇了 有的还好 互相之间熟悉的话 彼此还有一些友好的表示 互相碰碰头 打个招呼 突出突出的 但是往往很多个成年的个体 表现出的是排斥的这个现象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一些老虎的霸气外露 也恰恰说明 野化训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会增加老虎的伤残率 为种群的发展埋下隐患 所以说刚开始我们散发的时候 每天24小时在散发区 盯入这几只老虎 这个活动的情况 进食的情况 那么互相之间生活的情况 我们就完全靠这种 人为那种干扰 干扰去控制 避免就是这样隔离 把它用工作车辆 把它拦截开 截止到2005年 东北虎林园的老虎 已经增加到了800多只 饲养管理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 为防止老虎之间 发生饲养智商事件 那时已是林园总工程师的刘丹 一有空便开车进入虎原腹地 他要提前发现老虎之间 发生冲突的蛛丝马迹 你要都这么叫 都像猫似的了 这不会打仗 这是友好的叫声 你看刚才打仗那个很凶 那是想象一个虎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攻击性 攻击的表现一个状态 是至今日 每天开车到林园巡视一番 已成为刘丹 雷打不动的工作习惯 通过多年的细心观察 刘丹掌握了东北虎的行为 习性等特征 能根据细节表现 来预判到危险 这样便能够及时采取措施 防患于未然 要想让散放区的老虎们 习惯集体生活 避免冲突 刘丹不仅自己腿勤 时常去巡视 还在管理上做文章 同一年龄段的小虎 我们给他放到一起 放到一起 互相之间彼此呢 因为年龄小啊 就跟我们的小孩一样 儿童的期间一样 互相这种争斗打斗就很少 多数都是玩耍乐趣 那么他们之间 建立这种感情以后 这个基础才牢固 长大以后 才像亲兄弟一样 这样等到这些幼虎长大以后 被投入散放区 他们之间也很难发生冲突 一系列的措施下来 老虎因为打斗而伤亡的事件 大大减少 从2003年起 刘丹团队和国家林业局 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 开始合作 对人工繁育的东北湖 进行血缘关系的基因检测 建立精致的家谱 确保东北湖优生优育 避免因近亲繁育 而造成东北湖种群的衰退 看着一代代由核心种群 繁育出的优质虎宝宝 刘丹又开启了下一个 野化训练的目标 在繁殖这个环节上 过去我们一直是在 这个固定的龙舍 在人工条件下去完成的 那么我们知道 在野外的老虎 你是不可能人为去干扰 那么它就完全靠母虎 在野外自然产生 我们选择优秀的母虎 要在野外的自然的繁育 繁育的后代 后代要在野外才能成活 我们才可以说 它才能真正距离放规 才不远了 2015年 刘丹挑选了一只基因优秀 有过生育经验的母虎 作为野外生殖训练的对象 东北虎林园还单独开辟出 一块五万平方米的散放区 等母虎怀孕后 便把它投放到区内 一天天过去 大家都在期待虎宝宝的降生 而就在母虎生产的当天 却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 工作人员已事先在散放区 搭建了简易的人工巢穴 可是如果母虎分娩时 不知道走入巢穴 那么新生的虎宝宝 就可能因为着凉而生病 甚至夭折 这样一来 野外生殖计划 就会以失败告终 这个母虎也很有经验 产了第一个幼崽以后 就叼着这个幼崽 就进入了我们搭建的人工巢穴 因为之前 它对整个的环境 它都非常熟悉 而且这个老虎也很聪明 叼着幼崽进入巢穴 来避这个鱼血 母虎在野外的自然条件下 一共产下四个健康的幼崽 这标志着中国 在饲养东北虎方面 实现了由人工繁育 向野外自然繁殖的重大转变 非常开心 而且看幼崽 这个健康状况也都非常好 然后我们就担心 就说这个产了四个 这个母虎有没有奶水 够不吃 所以说在母虎离开巢穴 走得很远的情况下 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工的人也要下去 我们下去后检测 这个幼虎的渗养情况 进行体分的测量 是吧 体重的测量 四只虎仔在散放区自然出生 并逐渐长大 较之人工繁育的东北虎 其野性更胜一筹 如今已经长大的这四兄弟 是东北虎林园 重点野化训练的对象 他们也成了声名显赫的明星虎 我把这个两岁半 那个野外出生那个四兄弟 就放到这个园区里了 这个从出生的第一天 就在野外生活 平时只要有空 刘丹每天都会开车 来到四个虎兄弟的散放区 走一圈 观察他们的发育和生活情况 这是老四 这是最小的小母子 这是三个公虎 一个小公虎 他们的状态看怎么样 非常好 这个非常健康 你看他们现在才两岁半 这党内很大 你从他们的毛色体态 都可以判断他们的健康状况 走回来这是老大 这也是公虎 而对于刘丹和他的工作车 虎兄弟们也是习以为常 丝毫没有惧怕的表现 他对我的车很熟悉 过来舔一舔 舔一舔的意思呢 他也是就是跟你得表示友好 另外一个呢 我们知道老虎 这个标记的行为是非常强的 他给你的车舔一舔 甚至往我的车上吃几碰尿 就认为这个车就归他了 他就把我的车占领了 除了羊虎驯虎 刘丹还喜欢给老虎拍照 从1996年到2017年间 他总共拍摄了 十几万张东北虎的照片 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精彩的瞬间 也为东北虎档案的管理 和学术研究 留下了详实珍贵的资料 从圈养到散放 从人工饲养到野外捕猎 从龙舍繁殖到野外自然繁殖 刘丹带领的团队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为把老虎放归山林 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这个三十多年的 这种羊虎的经历 可以说我们已经初步的完成了 我们的基本的任务 特别是老虎的初级野化 是大部多数的老虎具备了野外声称 这样的能力 对于老虎的这项事业来讲 可以说也经历了非常艰难的立场 那么必须得有坚持 这个坚人不拔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也没有白付出 所以说我们坚信的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养虎人努力 去完全可以实现 我们最终理想的目标 就是放虎灰山